罚站、面壁、隔离反省中小学教师实施惩戒规则公开征求意见 今天,教育部发布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规则 向公众征求意见,规则界定了教育惩戒的概念 教育惩戒是指教师和学校在教育教学过程和管理中基于教育目的与需要 对违规违纪、言行师范的学生进行制止 管述或者以特定方式予以纠正 使学生引以为戒、认识和改正错误的职务行为 此外,意见稿指出,学生扰乱课堂或者教学秩序 影响他人或者可能对他人造成伤害的 教师可以采取必要措施 将学生带离教室或者教学现场 暂时隔离 在学校设置的专门教育场所隔离反省或者接受专门的校规校计 行为规则教育 教师对学生实施教育惩戒后 应当注重与学生的沟通与帮扶 注重惩戒与教育效果的统一